这次苏宇曼杯是在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来进行 青岛在山东省举办拳运会期间 修建了这个青岛市体育中心体育馆 举办了拳运会的羽毛球比赛 青岛市的这个市长呢也是一个羽毛球爱好者 据说自己的打球的水平也还不错 所以在青岛呢羽毛球得到了更多的重视 据青岛的羽毛球爱好者跟我反映说 以前在青岛打羽毛球你要租个场地还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在最近这几年慢慢的已经开始租不到场子了 打球的人越来越多了 对可见现在羽毛球普及的是多么的好 林丹抓住机会把比分拉开 他这有些球他还是会的多就比你会的多 我不跟你四平八稳的四方球打拉开 对 增加一些抽压呀这个你适应不了跟不上我的变化 他现在林丹他现在就是通过这种发球的节奏 或者这种快发或者发往前球 这种不同的这种战术来完成 因为打这种多拍的确又费劲又不躺好 要是通过这种发球抢攻或者是这种一些讨巧的技术来完成 不仅打的好看又聪明而且效果也非常的好 可能观众会问了那我一直讨巧行不行 那是不行 这个就是一个场上的这种战术运用 就是什么时候是 就是你抓个机会用两拍 偷袭两拍可以 有的时候是关键就是实力还是最重要的 但是除了实力之后你还得打巧打聪明 对这个必须是一个配合性的一个 实力是基础 你没有实力你光想去靠这个讨巧 人家受骗也只会一次两次 人家也不傻对吧 了不起三次五次 你也不能21次都让人受骗 对对对 人家不可能一直上当受骗 那如果一直你这样就不是讨巧了 就变成一个你的习惯路线了 就是你就这实力 你只能打一切讨巧的时候 我那个就看不出是讨巧了 体现不出来了 还是采用青纱 但是左走木翔防林丹的球 今天他看来防的还是比较有心得 对对对 没有太多漏洞 他比较有针对性 他肯定这种赛前做了非常充足的这个准备 但林丹他这一段他也非常有担心 那你回球质量好 那我就不会觉得说我强攻 虽然强攻是他的特点 但是这个时候还是需要一些调动 控制来完成他的这个战术需求 刚才可能林丹要请求擦汉 但裁判没有同意 19比18 林丹的第二局领先一分 第一局他是22比20险胜 因为刚刚那个多排的确 其实消耗挺大 对 这个体力上面的消耗非常大 需要一个调整 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相互的 好球 头顶杀直线 减杀直线 20比18 林丹获得了场点 今天这场球呢 就是林丹其实可能也做了一些准备 他知道对方也不是那么轻松就能赢 所以在今天比赛 尽管比分很胶着 但是他自己对这个局面可能是有准备的 有准备 只是他可能他没有打到他自己的那种 巅峰的那种状态去完成 他还是比较保守的来完成这场球 成功一拍 简单 反击批掉 简外了 这个球太可惜了 我觉得比较可惜 防守反击是他很拿手的一种得分